在基隆河靠近江北桥的边坡连续掏空了好几年 后来发现是因为基隆河边的污水管列破裂 经过几次会刊之后 争取台北区政府的800万元的经费 现在终于修复完成 这是之前的状况 因为经过几次的修补后 路面还是持续的均略塌陷 挖开一看底下1米半的深度全都是空的 范围还宽达3米 所以紧急灌了巴车的混泥土 只是每年灌浆不是办法 得要从源头解决 因为底下一二十米深埋的污水管破裂 没有布水一直漏就会掏空塌陷 而在持续的争取下 终于动工补管经过半年多的施工已经完成 然后下面的时候是发觉到 当初施工的时候钢管没有接好 已经破裂 破裂然后才会导致这几年来 一直在掏空一直在下陷 那这次经费争取下来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接管已经接上去了 然后路面也都全部东东铺好 因为没有做好的时候 怕这个江北桥的这个水闸门的时候 万一台风下雨的时候 把这个拖垮下去那就完蛋了 就会基隆河就会暴涨的时候 水会沿进来江北里 这里是基隆河靠近汐止江北桥边坡连续几年紧急灌江补洞 终于进场修复底下污水下水道破管的部分 工程师由台北市未公处施工完成了 一元抓零服务处也特地来关心 在上一次上一次的他们做污水工程的时候没有做好 那造成污水管破裂 那污水管破裂以后 整个水就没办法宣泄 所以在里面就掏空 那这个工程我们是委托 我们台北市市政府来施作 那现在已经施作完毕 那整个工程都很圆满 那现在就不会再有掏空的现象了 这次的污水下水道管线破裂修补工程 工程费800万元 现在修复完成解决边坡掏空的问题 也保障提防安全 江城惠林细子采访报道